受害者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 用行动挽回时代的彼此 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 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缘起的观念 就是 一切的现象 只是短暂的存在 不是永久的存在 所以像 是一个虚妄的一个假象 我们反忽的谜 执着了 就在空花水叶当中去追逐 而产生了贪嗔痴 乃至于杀到淫 这过程当中 执着造的业 导致于我们生死轮转 这是由于众生不了解 没有看到生命的真相 而忘认为一个实在有的一个现象 眼睛看到了 耳朵听到了 乃至心里所想到的 以为实在有 我们现在的心里的状态 是不是这样啊 凡乎众生 就是这样看 见闻皆知 对了六成 认为实在有 那不知道这个都是 原生原昧的 一个希望的假象 所以没有对这个世间的真相 没有真实的认知 这就是生死轮回最初的原因 所以十二阴言里面讲 叫做无名 没有真实的了解 那我们如果能够一念的 立即相应到诸法 是因言和合的 当下清楚明白就是 所谓的照见五印皆空 我们凡路都是用肉眼去看 不是用智慧眼 智慧眼就是用 因言和合的假象去观察 就智慧眼观察 就不执着的 知道那个只是短暂的现象而已 如果认定有一个真实的存在 就会有所谓的喜欢讨厌 就会有得失 就会有占有 就会有苦 是不是这样 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就偏向于执着 然后得到了 又想要抓住 可是明明抓不住 有得必有失 那就是产生苦恼 所以 这边讲啊 外面的境界挡不住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无助 我们的课题叫做 无助而生的心是自在清净无软的 就能够跟很多老师讲的议题 一样 信空随眼 也就是不变随眼 不变的是我们清净的本心 可以随外在 每个人因缘不同吗 那随眼里面又不变 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 空有不恶 我们的生命也不离开现象的 所以无助即是把心安住在本性当中 流浪生死 生媚的心就是流浪之心 在六道轮回 因为有生媚就会起有善念 恶念 那出祭邪火 当然宗教都欠人为善 那也是 这个 佛门特别讲到生媚的问题 住了相 生了心 动了念 就有生媚心 生媚心就分成善跟恶 那如果要完全的解脱了六道轮回的苦 就是 要把生媚媚的心变成不生不媚的自信 就是我们参禅 要去找到本心的一个就近的目标 我们要念话头 看话头 话头 那个头不是尾 头就是一念不生的状态 那当然 我们这个对于佛法的一些的教理啊 也必须要这个清楚明白 如果是尾的话就会打妄想 念佛的不是我吗 是我在念啊 如果在跟你分析 我是不存在的 那是谁在念呢 对不对 我只是暂时短暂的一个现象 你如果悟到说 我的身心世界也是虚幻 有一点了解的开悟的解悟了 了解的悟 跟实际上生命里面的体悟 当然 见性还是有距离的 但是了解的悟已经不容易了 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能言经长大开言解 彻底了解 我们对于 对于我们凡乎都从来只认识 我们深深昧昧的意识 为我们的心 从来没有找到那个不深不昧的自信 找不到 不深不昧的佛性 有没有离开我们深深昧昧的 那个意识心啊 没有离开过 所以我们天天都在抱着佛 睡觉自己不知道 我们生死流转啊 人这个设身坏掉死亡啊 心在流转 我们的佛性 有没有跟着流转啊 也没有失去呢 因为佛性就在心里面 只是你不认识这个心 是希望心 以为这个心是真实的 这样而已啊 听得懂吗 有一点 如果初纪的人可能听不太懂啊 这个心是深圣妹妹的意识心 我们认这个意识心为我们的心 就像认这个设法 深圣妹妹的设法为真实啊 所见到 见文节制都是真实 所以才会去执起嘛 才会去追求嘛 追求当中的过程当中 就开始的升起了善恶念 有所求就苦啊 到后来呢 哇空花水叶 一场空 梦幻一场 又消失了 所以我们就迷惑在这个现象当中 不能出离啊 一直当一个六道轮回的流浪汉 不能出离 好 你现在我们看到那个 若在生活当中能无助身心 则会起慈悲心 平等心 无分别心 因为无所求嘛 开悟见心的人就是不变随眼 他也不去追求 如果是正面的 像菩萨他会积极创造机会 跟众生结隐 正面的嘛 积极性嘛 要不能我们也不会去 对世间的欲望 产生了一个贪念贪求 这个无求呢 也是要因为彻底的了悟了自心 才有所谓的无求行 之前的我们看那个达摩祖师里面的论集里面有四行观 里面就谈到礼入跟行入 礼宴就是悟到我们礼体 自信亲近的礼体 从哪里悟呢 就是从课程妄想所悟 课程妄想 是在能言经的十番险见里面的第二件 课程 凡是客人呢 生生妹妹叫做客人 烦恼是不是来来去去啊 是课程 如果悟到环老像客人 我们的主人翁不动 我们的自信不动 那你就悟到离体啊 悟到离体以后 产生的修行是如何呢 就是四行观 四行第一个行就是逆境 逆境 就是不起逆境 不起撑啊 顺境不起贪啊 逆境叫做抱焉行啊 再来就是随言行啊 抱焉行是逆境 随言行是顺境不起贪 再来第三就是无所求行 无所求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一切无求 无求有求就贪啊 又迷惑了哈 再来就是菩萨的所谓的法行 六度万行 但是也不执着 我们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很多的言不一样啊 人世间没有佛法的言 就有四种善恶的言 积极在一起 如果你悟到离体 你会面对它承受它 那四种言 一个家庭的组成 而言是善言来恶言来呢 现象就跟你讲 一个是家庭在一起 组合在一起 第一个是来报恩的 再来呢 抱怨的 讨债的 还债的 我讲完以后 你们就知道 它到底是哪一种来的 那你要面对它 离体不动 哪来任它来呢 它来讨债没关系 讨完以后它就走了 那你不是领悟了 悟了离体以后 心中随言不变 开悟了自信 以后有这么大的好处 对啊 见性以后不会这个 生生妹妹的虚妄假象 所迷惑 终然是逆境 你也会面对它 承受它 所以报恩呢 就是比如说 一个例子 舍利佛的弟子 全身 是一只狗 要被猎人 抓去杀 舍利佛要救它 属它 结果那个猎人 不肯 后来就舍它的剥饭 给那只狗吃 慈悲它 那只狗 一样被猎人杀了以后 就投胎 当它的弟子 说师父 我终生侍奉你 我永远 这一生就是要侍奉你 是来什么 报恩的 有人要终生侍奉你 是来报恩的 我们没有看到前世 只知道这一世的现象 就是到前世 是来报恩 还是来报怨的 如果是来长麻烦呢 这个孩子很难教啊 是不是 不听话 长大以后 会搞得你 这个 家破人亡 你说这个小孩子怎么都不听话呢 师父啊怎么办啊 求佛祖也没有用啊 那你就要面对他 接受他 用你的爱心 去了得这个素质 有一段 不好的言嘛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学伙的 我们学伙的人不要说以厌报厌 应该用慈悲包容 去接纳他 如果是讨债了呢 那要看欠多少啊 父母欠他少啊 他可能讨的没几年就走了 讨完债就走了 欠的多了 可能呢 十年 这个二十年还在讨 有时候父母 不容易把他栽培 到了很高的 这个 学历 结果 他就走了 因为要欠他的债 曾经有一个信徒啊 去听课啦 后来有机会找我 他说 师父 我的儿子 本性不坏 但是他就喜欢那个职棒迁读啊 拿个网路手机就在迁读 以前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啊 在眼镜行里面哦 一个月还赚个 可以赚个 这个七八万啊 跟我讲的啊 为了赌博 赌到哦 人家那个眼镜行都不请他了啊 哦 赌到 很严重 很严重啊 他那个 有时候欠的赌债啊 然后他爸爸不忍心呢 就欠 帮他还那个赌债 有一次 很严重了 到那个 地下钱庄 把他的手砍断 然后他 他心里很难够 很犹豫 师父 怎么办 我是要呢 让他一次长痛 不如短痛呢 还是让他呢 有所觉悟 我说 我不敢跟你怎么说哦 是不是 万一呢 他向地下钱庄 那个 借钱啊 不缓的话 地下钱庄 把他的手 砍断 怎么办啊 结果 你看 他的爸爸 后来选择什么呢 又去地下钱庄 把那个钱 还掉 他说 只有在他身上 花了一栋房子的钱 只有这个儿子呢 这个儿子也不是很坏啊 不是像 爸爸讨钱说啊 爸爸你要替我付款 要不然他很生气 他换了错以后 还会跪在他爸爸前面 忏悔 爸爸我错了 可是 虽然臭了 下次还是再换哦 父亲非常苦恼啊 也去禅咒啦 也去听课啦 都没有办法摆脱他内心的烦恼 就是 他没有办法面对它 所以呢 入了本体的理体以后 他知道 世间的西方向 他会比较有力量去什么 去接受而不苦恼 是这样 很多的情况 我看这个现象 讨债的比较多啦 对不对 还债的比较少啦 都是呢 像你伸手要钱啊 你给他还嫌不过的啦 有没有 而你说 爸爸你要去出国喔 你尽量去玩他 我全部提供你 尽管去玩 有没有啊 有啦 喔 喔 那个 那个这种情形的人 有了 他 他说话很大声耶 碰到一个也是一样 那个信徒 然后开着那个车子来 车子不是说很好啦 开个红色的小轿车 开到师父这边来 第一句话就讲什么 你知道吗 师父 这部车子是我儿子买给我的 你看 大声不大声啊 讲话很有元气 我儿子买给我的 请师父有机会 让我儿子供养 他开了很多的餐厅的联手店 欸 你看 讲话很大声 然后呢 出国的时候 我儿子帮我出礼会 你看 然后如果是自己出礼会的 那些人 这个祭祀信徒 我就跟他讲 欸 你的礼会谁出的啊 他会讲很小声 我出礼啦 我自己出的 所以呢 还债的比较少啦 来向你讨债的比较多 因为在沙佛世界 为什么有 恶言比较多呢 恶念比较多 恶念 贪念比较多 对不对 不失的人比较少 但是在我们佛门里面呢 那习惯就是什么呢 施比受有福 所以有福报的都跑到佛门来了 因为他说这种思维 这种观念嘛 所以很多人的个性就说 宁可我跟别人结缘 但是呢 我不拿别人的东西 但是有些人比较偏执啦 执着的 他只要 给别人吃 可是不吃别人的呢 有这种执着的呢 他不吃别人的 但是他要给你吃 这个跟大众结缘 而且我们有时候跟大众结缘 人家跟我们结缘 我们也要跟他结缘啦 不要说 我给你结缘 然后别人要跟你结缘 你就不接受 这样也太固执了 所以 所以面对了这四种的情况呢 我们呢 还是要用佛法的力量 去 什么呢 随这个眼 然后去改变 去改变 只有用包容慈悲啊 才能够去什么呢 感动对方 要不然呢 你如果一直在找答案呢 其实很多没有答案 这个是素式的因缘 这些人的缘故 这个叫做无求行 无所求 无求 就没有这个烦恼啊 就没有那个业力啦 有所求 就是苦啊 就会起贪啊 就会起贪 到了无求以后 又能够学菩萨发心 六度万行 又怎么呢 帮助众生 但是呢 不执着 无所住 这个就是 达莫主神里面讲的 世行观 那能够光明磊落 勇敢无惧的去做正确的事 就不起恐怖心 因为无求嘛 就不起恐怖 没有得失心啊 也不会攀岩 攀岩就贪然 不起贪念 不起贪心 顺境的时候不贪眼 那我们的心才能够 在理体里面 在清静的理体里面 安住 不会产生过大的落差与期待 这个就是得失心 有所求就得失啊 所以学活法以后 有时候 会 改变人一个 这个 想法 然后改变一个人的一个 这个 心态啦 我认识以前 有一个基士还没有学活 他自讨那个房地产 他以前要跑业绩的时候 那个 都很紧张 然后呢 得到了以后呢 他刚才认识我的时候 还没有接触活法 然后这个业绩做得很好 房子卖得很好赚钱 就开了双V的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已经把车子换掉了 换成普通的厚楼了 他就跟我讲 我没有接触活法 我那个得失心非常重 非常重非常紧张 他那个身体已经把自己搞坏了 就变成他的心力不整 得失心很重啊 比如说明天要跟一个 要来买房子的人们 大户的人接洽 他都想得没办法入睡 明天要怎么应对 如果我这个case有得到的话 我就赚多少钱 他因为他的身家背景呢 有时候这个家庭里面呢 不太圆满啦 他想要用世间的物质 成就的东西 让很多人肯定 所以就变成他极大的压力 把那个身体搞坏了 甚至于那个胃溃疡 后来接触活法以后啊 改变观念 去年的时候 业绩没有耶 赚不到这个几万块呢 可是他够得很快乐 为什么 他这个领悟无求的一个智慧 放下很多东西 得到精神的领域的提升啊 所以有时候佛法的力量带给我们 有一些生命当中的 跳脱生命的那种执着的苦啊 也要被人家肯定 你要一直往前冲啊 那我们呢 如果这个 生命当中呢 有佛法的智慧呢 就不会因为想要 要让别人肯定 而自己呢 产生很大的苦恼 就是要面对自己啊 我们生命就是要面对自己 好 底下如何涵养无助呢 这里面有讲到的 方法不同 因为根气不一样 方法不同 就好像我们禅修一样啊 学指观的跟参化头 那个跟性是不一样的 建法是建次的 建次的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啊 修学的人来讲 有一个次第 有一个阶段 他比较好理解 如果是顿悟的 他好像一个楼梯 本来一个楼梯一个楼梯往上爬 他一下子要跳个两个楼梯 三个楼梯 你当然比较不好理解 建法就是把苦恼习气啊 这个贪嗔式慢语呢 由粗转系 去把它淡化 就是修行佛法 第一个 群绪呢 脾气呢 越来越淡化 这是我们要去 这个现象可以看得到的 不能说我学了佛修行的 我脾气越大 人家会抓住你这个把柄啊 你学佛的人怎么这么贪 你学佛的人怎么脾气这么大 是不是抓住你这个把柄啊 所以我们要称为说 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都要很反省 很惭愧的心态 去看待我们 我们的习气 烦恼习气 有没有减轻的 就是我们要把佛法传播出去 人家也要看我们啊 我要教你说不要贪嗔痴 如果我的贪嗔痴 越来越严重 你会听吗 你不会听吗 以前有一个夫妻带个女孩 来问师父 师父 师父 我这个女孩 女儿都不听我的话 师父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他那个父亲眼神很锐利 一直在看我 我想师父你是没有办法的 我说你要改变别人 不如你改变你自己啊 他还听不懂啊 你要改变你而听你的话 是不是 你要自己呢 有一些缺点 还行 自行 做好的让他看嘛 结果我没有回答他啦 我看他眼神锐利 不是一种安详慈祥的眼神 就是这个人心都是在外面跑的 从来没有回光返照来还行自我 然后又讲了一大堆话 那太太看起来那个 这个脸色比较安定安详 他就讲一句话而已 对啊 那我就有时候啊 这个煮饭给他吃啊 他就闲东闲西了啊 不高兴吃就发脾气啊 他先生脸都立了你看 在事物前面给他没有面子了 回去不知道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 那时候都不能改变自己的习气了 我们要去改变我女儿要听我的话 可不可能啊 这就是普普云云众生犯的毛病 所以我以前也是犯这个毛病啊 我去受课我希望改变别人 就是你的苦恼 我们老师也一样啊 我想改变学生就变成你的苦恼 观念要改变 你要改变自己是不是要发觉觉察自己啊 我有很多的缺点 我有很多的群绪 我的说话比较 比较臭大声一点喔 我要修一些的定力 让自己的讲话比较反而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在修盛过程当中 别人都看在眼里啊 当你做到某一个程度的改变的时候 别人就会慢慢的 虽然嘴巴不讲会肯定你 听懂喔 有人常常问 学伙的人我就旁边问 他有没有改好一点啊 有有有有有 不是讲得很好听 那个是佛法 是你对你的习气改变多少 才会让别人肯定 有人说啊我吃素 吃素就是这个就是修行 当然是修行的一部分啊 但是你要改变啊 你要吃素的人要更慈悲 是不是啊 强调吃素就是要长养慈悲的嘛 不是境界来的时候 你控制不了你的情绪 有一个吃素的受了菩萨戒 然后早餐去买那个买包子 我吃素的喔 买素包子喔 喔 那个早餐店的生意太好了 拿臭包子给他 拿个肉包子给他 回家吃 不对勒 好像不是素的勒 是吃到肉了 喔 气冲冲的跑到那个早餐店 老板说你害我这个破戒 你害我下地狱 喔 怎么样骂了骂了他 狗血噴头 陪他去的人说 啊 没关系他不是有意的啦 你不知道啦 如何如何 所以吃素是长养慈悲哈 目的有慈悲心 人家不是构思的 你就很容易原谅别人就好了嘛 是不是 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呢 慈悲心的人 就是 才能够长寿嘛 掌养慈悲 不是这个吃素只是不跟众生结那个恶眼嘛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习气慢慢的转淡 透过什么方式的修行呢 这六祖谈经又谈到啊 就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啊 常常把身体当做你修行的工具 身体是你的道场啊 很多老师问 我要在哪里找道场适合我呢 你现在知道道场在哪里啦 道场是在你的心 你有没有认识你的心 认识你的烦恼 认识你的执着 好啦 心不好观察到啊 我说你的身体就是你的道场 就是佛堂 当然外在那个大殿试验也是道场 那是外向的道场 但是你心生煩恼啦 在家里面煩恼 我想到试验亲近一下 可是你不种这个道理 你到试验来啦 眼睛随便看 看到别人缺点 又起烦恼啦 在家里起烦恼 你到的试验来 在试验起烦恼 你跑到哪里去 你懂吗 在六祖谈经里面讲 沙佛世界起烦恼啦 沙佛世界很苦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 六祖说 极乐世界你起烦恼 你跑西方起烦恼 跑到哪一方呢 烦恼从哪里来 从你的眼睛去被这个被结合成 来的 所以呢 六祖谈经就谈到 菩提自信 人人原有的智慧觉性 本来都是清净无然 因为众生一念不解 原力望尽 就是六根去追逐希望的六成 很多人犯这个毛病 所以呢 从北跑到南有一个基士 然后就跟我讲 师父我要来找火法 火法在哪里啊 收射你的六根 还醒你自己 不是在看别人的缺点 来污染你的心性 听懂吗 这一点是很难改 所以禅修的方式 就是要你看自己 你看你的杯子 有没有撞击到声音啊 要注意小声一点 不要扰到别人 它是要你培养一个习惯 让你的心缓转回来 回光缓照 照你清净的本性的意思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很好 把向外攀岩的心 把它呢 这个向内去观察自己 还醒自己 活法的介力也是如此的 都是还醒自己的 如果还醒别人呢 就是你的苦恼 我们的烦恼就是 时常在看别人的缺点 你回到家里面去 你看到缺点会烦恼 你如果两个习惯不同啊 对不对 他的生活习惯跟你的生活习惯不同啊 你一直都在注意他 你会越看越气呢 是不是 所以你要把这里学到的一个观念 或是习惯 带回到你的领域 这 就是 还有一段 你要去 这个 注意的地方 所以身体是你的道场啊 注意 你要注意你的走路的动作 注意你的手的动作 为什么呢 这在经典里面有说到啊 因为身体很粗糙的 很容易观察 心很维系 不好观察 我们讲修心修心 可是你起心动念 在七个人 你都不知道修什么心啊 是不是这样 那你透过你对身体的观察 你就跟你的心更接近了 就叫做调生 调习调心 打坐的时候调身体 身体调好啊 放松一点 再来注意洗 注意呼吸 你跟你的心就接近 你在生起烦恼的时候 就发现到 生起烦恼 我在起滩哦 我在起撑哦 是不是发现到了 发现到了如何调乎呢 用智慧观照 观心无常 心生生妹妹如课程 不去住 不执着啊 不执着啊 不执着就是调性的方法 就是下面讲了 心如明镜台 心好像镜子一样 那个贪嗔痴烦恼啊 来来去去 所以你不住啊 你在七个人发现到了 你不住 过去就好了 就放下了 在那个当下里面 起智慧观照 就在消我们的业 那个不让他产生一种习惯 串习的习惯 串习的习惯 你弃一个人 会变成 一直弃他 一直弃他 不能原谅他嘛 有智慧的人知道 像那个烦恼 没有实性 然后你就去不执着 就能够跳脱 那个习气 所以身体呢 休止的时候 你在喝那个茶的时候 你就想像 好像猫在周老鼠一样 专注啊 学专注 也是一个习惯 像我们听课 专注 我们有时候习惯性呢 不专注 所以坐在这边 身体坐在这里 心跑掉了 这个是要训练 把心拉回来 在当下专注 这个是要训练的 走路的时候专注 不能打妄想 而且我们的不好的习惯是 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再想第二件事情 所以呢 心不在这件事情身上 这个就跟我们佛华讲的 活在当下就违背了 我们会这样 每个人都这样 我也会这样 开车要不要专注啊 要专注 我有时候开车也不专注 我在打妄想 然后又说要跑掉 又拉回来 要专注要不然很危险 开车明明快到了 打个妄想就冲过去了 就不知道下交流道 就是专注力不够 所以我们在这边禅修 第一个专注力 所以那个总导师设计这个茶厂的方式 喝个茶要十分钟 我们回到自己的家里 喝茶要十分钟吗 一口茶几秒钟而已 就喝下去了 这个十分钟是让你学专注 把心放在上面 把心射受在这个拿东西的茶杯上面 你知道吗 这个是有作用的喔 有作用的喔 那你射受在上面的话 你那个心 往外拋的心就抓回来了 抓回来了以后 你就看到你的心是不是很环兆的 是不是很平静的啊 你就看到你心的状态 从这个动作就可以看到自己 这样听得懂喔 你看到你自己身体 是不是你的道场啊 你在手的动作专注的时候 就看到心 看到心 就能够用智慧去处理这个心的问题 我们的心 有智者用心如镜 有智慧的人用他的心 好像镜子一样 不染成 造完了以后 心的本体不动 今天气一个人造完以后 过去就好了 有没有摆在内心里面 不摆在内心齁 不摆在内心齁等于原谅他 也不用讲原谅啊 是不是 讲原谅还有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对象 本来就是希望的东西 还有什么原谅不原谅 有一个老菩萨 跟那媳妇处得不好啊 有一次碰到我 师父 你要剃度我啊 我要跟你出家啦 我很苦啊 我知道他是假的啦 他是被 他是被他的媳妇气得要出家的 不是真出家的 我就笑一笑啊 不理他 再隔一个礼拜来 师父我跟你忏悔啊 我不是真的要出家的 我跟你忏悔 我说忏悔什么呢 这件事我早就忘了 忏悔什么呢 我如果记在内心 我如果对这个起烦恼 你跟我忏悔 就有对象啊 他本来就像镜子一样就走了啊 还有什么忏悔呢呢 他心里夸爱啦 说我上个礼拜 让师父生烦恼了 没有 你要生烦恼 是因为有所助 有所执着 才会生烦恼 没有执着 也没有什么炎量 也没有什么 这个要忏悔的 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 你把茶禅的道理 用在生活里面啊 茶禅只有你在喝茶才能够用 对不对 那你天天是不是要用你的手 用你的脚去生活啊 听懂吗 所以在禅观里面啊 这个是基础的东西啊 就把你注意到你的走路 你看到一个人走路 说这个人走路 姿态不太好 然后你看你走路 我也学习怎么走路 所以以前有一个禅师啊 对不对 学走路 学了好久的一个时间 他要把那个书本放在那个上面 很专注的走路 专心走路 专心走路 就是把心设在这个走路的当下 设在走路的当下 你情绪一浮动他就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修定的特责 然后看到情绪的浮动 然后用智慧处理情绪 指观见法就是这样 很简单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要训练到这样 这个指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时候 好像摸猫舟老师那么专注 观的时候像镜子 哈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行动像猫 专注 然后像镜子 猫跟镜子 记起来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 专注嘛 专心 你在听别人讲话 有没有专心啊 专心 专注 专注的时候 那个 听了 语言 然后 如果你不认同它 你会产生情绪的反应 情绪的反应 你不要直接反应出来 你要用镜子观察它 这个反应 不高兴的反应 让它原生原昧消失掉 这个就是入了空性智慧 道理是这么做喔 你修行的过程当中 没有那么简单喔 这个就是你在 以末动精当中都在修行 你在听人家讲话也在修行 我们一般反应 定力不够的人 听到不高兴 马上一句话就回嘴 然后那个双方就冲突起来了喔 有修禅定的禅修的人 不会这样 那听了以后不高兴 他会深深吸一口气 然后去处理掉它 那个负面的情绪处理掉 处理掉 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也一样喔 我们都很有心 可是脾气很暴躁 很多都很善良耶 可是脾气很暴躁耶 很孝顺 但是呢 受不了那个父母亲的唠叨 然后就 这个情绪就反射出来 整个的这个美意啦 孝顺的美意都破坏掉了 我自己曾经也这么走过来 我知道啊 我好像上次讲课我都会提到 我们这个有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善知识啊 他来检验你你的习气有没有除掉没有啦 所以他跟天天给你关心 给你唠叨 要吃饱一点 不要太累喔 你听了 听几次有没有很烦啊 你有没有把这个带到你的家庭里面 生是菩提树 注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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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自己的这个 这个 手跟脚 注意自己的呼吸 你就注意到自己的情绪 就能够调伏 那呀 訓練 他这么唠叨的说 你会 那个心一缓 你就会从口液出来 就毁他一气 比较重的话 稍微重的话喔 出来喔 那个音言都不一样的 破坏 他会乱想啊 对方会乱想 我师父对我不好的 他没有安全感啊 我师父 我的儿子不喜欢我呢 我还是去住养老院好了 你回去试试看吧 真的 修行不是那么容易 要把自己的身口一调伏 调伏到 没有这种暴冲的状态 要下功夫的 有时候我们会失去正念嘛 就在想事情嘛 想还的事情嘛 哪一个工作上不如意啊 你就失去正念的观察喔 你心里就很缓喔 又别人给你唠叨一下喔 你就暴冲喔 暴冲出来 还能够回到原来的 平静的个性还算不错喔 有的暴冲出去以后 就一冲就不回头了喔 怎么是一冲不回头啊 这任由其事犯难啊 然后又怪罪别人啊 你不要我心情不好不要惹我 就把所有的什么啦 臭都怪到别人身上去 一气不回头 这边是讲到我们的建修法啦 去慢慢调伏情绪 贪嗔痴的情绪 调伏 顿法咧 就是我们参长讲的那个 本来无一无看话头 要有比较清静和好比较久的人 才能够领悟啊 他说呢 苦老当体即空 生起处即昧处 你看他的智慧越来越高啦 生处即昧处 看到环脑的本质 延伸里面虚妄不实 所以不执着啊 反正是执着啊 要了解这个道理 慢慢的解除那个 不要放在内心里面 那是算是不错的 当下里面 就 当体即空 那要很高的智慧了 所以呢 是苦老当体即空 生处 生起处即昧处 生活实修当中呢 念在的观念啊 无所住 无不执着 不放在内心里面修久的 他的时间会缩短啊 本来可能你要放下的时间 你要观察一段时间 然后呢 就观察个两三天才放下 现在喔 活在当下里面 看到就马上放下 看到自己的执着 看到自己在弃一个人 你看到了马上就放下 才不会把这个盐破坏掉 才不会把这个盐破坏掉 你如果生气放在内心 放了很久 就开始在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盐混了 哪怕是这个盐是很轻的盐喔 那天我会把这个盐破坏掉 那天我会被她的盐破坏的盐破坏 那天我会把这盐破坏掉 那天我会把这盐破坏掉 所以我还会把这盐破坏掉 那天我会把这盐破坏了 所以我会把这盐破坏掉 如果这盐破坏掉 你當下放下還是一樣很自然的相處 所以我們為什麼常常講呢 剛開始相處呢 這個言很好啊 然後呢慢慢的就是冷冰冰的啊 因為心裡有鬼啊 心裡有煩惱啦 心裡有執著啦 很多的不愉快放在內心裡面 那個疙瘩啊 很難處理喔 智慧高的人當體就空了 所以外在的行為時常覺察 嚴盡練這個心啊 看到那個境界練心 所以這個六祖的祭是菩提本無術的 明進一揮台 我們要參這個清淨的自信裡面呢 我像也要空 我空滑空空空 所以也要回空反照 參我不可得 我本人就不可得 這比較深啊 所以 菩提 這個樹也是 因緣合合也是空的 明進 明進台也是空的啦 意思說 我向我的心向禁止 我也是空的啊 禁止也是空的啊 用的方法也是空的 三輪全部空 本來無一物啊 何處惹塵埃 但是 要 碰到外境呢 也要練這個心 了解 悟了以後還是要修啦 還是要鎖住六根 依照境界練心 否則我們離體上了解啦 碰到境界來的時候 又迷了 又被境界打敗了 所以悟了以後開始修了 修什麼呢 我們的習氣 我們的執著 要修正 所以 離可頓悟 是要漸漸修 習氣要漸漸的除 但是 這個 解決習氣的方法 那就不一樣了 跟漸修方法不同 所以很多大乘境論 就從這裡開發出來 在達摩悟性論裡面有談到 他說 貪稱師亦無實信 就是講到 煩惱跟菩提的關係 心跟火的關係 最後講一點點就好 講多了 沒辦法理解也聽不懂 你看 達摩祖師開悟說 貪稱師沒有實在的性質 各位聽好 所以 就眾生而言 能夠回光返照的話 瞭瞭見 貪稱師的 貪稱師性 即是佛性 貪稱師性 也是佛性 這是心 這個不離佛 佛不離心 貪稱師外 更無別有佛性 達摩祖師說的 我說的你會懷疑 所以我引達摩祖師說的 你就不會懷疑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噸 頓悟修的人 就是這樣修的 我們的劍斥修的人 就是說 我要用戒定會 媳媚貪稱師 貪稱師是三毒 聽懂嗎 所以是對 但是 你用一個法 對置一個煩惱 是不是三輪沒有空啊 法沒有空 法沒有空 怎麼見性呢 怎麼回復親近的本性呢 親近的本性是離開我空 法空空空 三空啊 所以他講 貪稱師 沒有實在的性質 是生生妹妹的 希望像而已 所以 對頓悟修的人來講 他不是毒 他是一種 從親近的本體裡面 顯出來的一個像 跟作用而已 所以他會超越使用它 所以我們進入了本體的生命以後 所有的外界的東西 好壞都是 在他的掌握使用當中 譬如說 中藥裡面劈霜 是不是毒啊 劈霜你用對 對象的話 是不是以毒攻毒 就變成藥啊 聽懂嗎 貪稱師是不是毒啊 如果你用對地方 以毒攻毒 是不是變成藥啊 可是你在用這個毒的時候 有沒有被這個毒 讀到呢 譬如說 我們都講 活法是慈悲的 可是慈悲 你要看對象啊 你對他越慈悲 他要得寸進尺啊 那你是不是要 你知道這個人 你對他越好 他越造業嘛 對不對 他是損害了你 別人 又要吃定別人 那學校很多都是霸凌的啦 但是佛法裡面呢 就獻那個獅子像 你凶 我比你更凶 聽懂嗎 但是我這個凶 只是表象的凶 我內心不動 厲害不厲害啊 就獻獅子佛 不動 我們環晤不行的 我們環晤在生氣的時候 血壓就一直往上飆啊 空性智慧不夠啊 空性智慧不夠啊 聽懂啊 我們的空性智慧不夠 就被這個 這個撐毒 迷惑 所以我們不能隨便亂用 你要有很高的 智慧力的人 才能夠用這個 那只是一個現象 但是它是究竟喔 所以我們講 生命進入了一種本體以後啊 任何法界的現象 都是為這個本體所使用 你看 就是我們呢 生命可以透過我們的覺悟去主宰自己 但是我們因為迷惑 就被我們的群序主宰 被我們的貪貪之主宰啊 沒有智慧就被主宰了 有智慧就在主宰貪嗔癡 所以佛教裡面的很多的菩薩 都是現那個什麼無毒鬼王啊 很凶的那個像啊 其實那個都是菩薩啊 那是菩薩 為什麼 對峙那個不乖的啦 專門找別人麻煩的啦 你要現這個像去降伏他 降伏以後呢 那種降伏是 一個外表的假象 又不執著這個外表的假象 那個外表的假象也沒有實體 又回饋到親近的自信 喔 降伏完了以後 就說公啦 說公又開始這個 這個慈悲的笑容 你好你好 對那個善良啊 你不要用湊喊啊 他會被你嚇死啊 我們那個道場 哪一個被人家嚇死的 一個女生啊 才幾歲啊 30歲而已啊 他看到陌生人嚇得要死啊 唉呦 他說被人家怎麼嚇的呢 他說喔 那個以前他還念大學的呢 人家講話太大聲了啦 把他嚇死了啦 有這麼脆弱的人啊 你不要嚇他啊 你沒有嚇他 他已經死了 你還嚇他 你要對他說 來來來來來 不要怕不要怕 講話大聲一點大聲一點 現在還到我們那裡去 得了那個什麼 心臟很肉啦 人家稍微大聲一點 他就很驚恐 那個現象是不是一個作用啊 是不是用的恰恰有 恰恰好啊 那才是最高的智慧 要用它啊 你不是使用湊善痴嗎 使用它嗎 你會被它迷後嗎 使用它不被它迷後 是從真如本體起的一個作用 相用 叫做真空起的廟友 為什麼講廟呢 因為它也不是實體 用完以後又回歸本體嘛 就像諸佛菩薩的千百億化身嘛 有求有印嘛 現在我們怎麼看不到觀世音菩薩 有啊 你起心就看得到了啊 你有虔誠就能夠見到它的顯這個像出來啊 所以才叫千江有水千江夜啊 萬里無影萬里天 講的就是如此 你有一個清淨的心 你有一個虔誠的心 諸佛菩薩就隱陷在你的心裡面 隨時會出現 你看你有沒有心而已啊 隱陷完了以後呢 求完了以後你不求它 就回歸它的清淨的本體啊 長極光啊 它一片的本體是清淨光明的 那作用可是千百億化身啊 要講作用還要研究 華岩的世界 研究到那個廟友的世界 伊多富隆啊 一個毛孔裡面 有互相的包容 那個世界很妙啊 我們有老師講華岩世界 可是他沒有講到玄妙處喔 那個玄妙處 那個玄妙處是我們凡乎沒有辦法去體悟的 好啦 總結這裡剩幾分鐘 我們這也是有老師問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前面講完了就知道啊 我們一般人總是心隨著進轉啊 隨意也流轉啊 不由疾苦啊 這是修行人不了解這個道理 有時候他要選擇環境 然後選擇環境 那個環境裡面吵雜啦 那個生煩惱 他又換一個環境 不要這樣啊 你在環境裡面要跳脫環境 有一個禪修的一個修行者 去禪修七七四九天 功夫好不好啊 很好喔 但是他選擇離開 為什麼要離開這個環境 他說呢 到了禮拜六禮拜天都唱卡拉OK好吵喔 49天輸給一個卡拉OK啊 很多人患這個毛病 你面對的是聲音的塵 你租到了這個城市 這個把你的煩惱這個散起來 你知道煩惱的本質是希望的生命 這個不要住在內心裡面 你住在內心裡面說這個環境不好 就被自己的感受蒙蔽住了 你不是被這個 這個變成群序的奴隸嗎 你如果超越了群序 你就是變成群序的主人呢 OK 護持台灣燃燈功德會 邮政跨播 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 跨播账号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